上海警方近日侦破一起晶片技术侵权案 逮捕14名嫌犯 疑似是华为离职员工 高薪挖角老冬家研发人员 遭华为指控侵犯晶片技术 而科技大国南韩同样受害甚深 韩媒12月中报道 一名三星电子前主管 涉嫌将18奈米低刃晶片技术 卖给中国长新储存 赚取的报酬大约数百万美元 但造成的损失 粗估高达2.3兆韩元 整合新台币560亿 业内人士坦言 爱国主义也难党金钱诱惑 南韩政府统计 该国技术机密 流向海外的案件 创下10年来新高 光是今年2月到10月 便侦破21起 其中已流向中国的14起最多 法界人士认为 主因在于量刑过清 自2015年以来 相关案件多达835起 其中已缓刑最为常见 占比36% 其次为罚款和无罪释放 入狱服刑的比例不到10% 有鉴于大部分技术都流向中国 南韩媒体呼吁 从外资并购 退休人员的旋转门条款 煮起防火墙 避免遭竞争对手 以不正当手段迎头赶上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